第三千零三十四集 玄血欣微微坐正了身子 朝着门口看去 很快 一名俊朗 身色略微显得淡漠的青年 推门而入 当夜晨看到玄血欣之时 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愣 太美了 即便是看惯了美女 眼光无比挑剔的夜晨 也是为之惊艳了 容貌 气质 身材 都是顶级之中的顶级 不过更让夜晨心惊的 却是玄血欣的年龄与实力 玄血欣年纪不大 真的不大 可他的实力似乎 已经凌驾于 还真境中期之上了 具体多少 连夜晨都看不透 还有玄血欣的血脉之力 此刻看着玄血欣 夜晨竟是隐隐有一种 当初面对天妖的感觉 这血脉 比之一般的玄妖族人 强大太多 不过很快 夜晨便恢复了平静 失了一里道 在下夜晨 见过血欣仙子 玄血欣美眸之中 闪过一丝赞赏之色 在她面前 还能不卑不亢的很少 玄血欣面带轻笑 抑制自己身旁的一个座位道 夜公子 来这里坐 夜晨目光闪动了一下 没有拒绝 坐在了那个位置上 此刻两人的手臂 几乎紧紧贴在了一起 没有一丝缝隙 夜晨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玄血欣的鲜细 柔嫩 白皙手臂的柔软 鼻尖萦绕着一阵阵异香 这种香不仅是香 而且任何男人闻了 都会有一种血脉喷张的感觉 可以说充满了女子气息 即便是夜晨面对这种情况 也有些窘迫了起来 脸颊微微泛红 看着夜晨的模样 玄血欣似乎觉得非常有趣 美眸亮亮地 玩味地盯着夜晨 嘴角浮现了一抹恶作剧般的笑容 她突然伸手 端起了桌上的酒瓶道 夜公子 我为你倒酒 说着 往夜晨身上一靠 那绵软柔滑的胶躯 几乎都要倒在夜晨怀里了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两人身体上上下下 不少位置都发生了亲密接触 那双圆润而充满弹性的大腿 摩擦着夜晨的手指 感受着指尖上 那无比刺激的触感 夜晨只感觉自己的大脑都要被点燃了 她忍不住微微低头一看 这一看 瞳孔瞬间收缩 只见玄血欣一边倒酒 一边靠近自己 特别是玄血欣穿着的薄纱 极为透明 薄纱之下白玉般的胶躯若隐若现 这画面简直是要逼着男人犯罪啊 一道极为柔媚的女子声音 却是在她的耳边 准确说是紧贴着她的耳垂 想起道 叶公子 就 她好了 玄血欣吐气如蓝 那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了夜晨的耳朵上 甚至 一双娇艳无比的珠唇 微微与她的耳垂碰撞着 夜晨的心有些乱了 可就在这时 那无比诱人的娇躯 却是突然从夜晨身边远离 玄血欣带着一丝轻笑 坐回了原来的位置 夜晨轻轻地吐出一口浊气 强行压制人内心的火焰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凝视着面前这绝美的女子道 玄仙子找我来 所谓何事 玄血欣目光一闪 她没想到 夜晨的心境竟然如此强大 这么快就恢复了冷静 她的俏脸之上 闪过了一丝惊讶 以及淡淡的不满 任何女子都不喜欢自己 吸引男人时 对方平静得太快 特别是像玄血欣这样 自容绝世的存在 实际上 夜晨心中确实捏了把汗 如果玄血欣再多靠近 她一个呼吸的时间 她有可能就要冲动了 能将她逼到这种状态的女子 已经很久没出现了 眼前这女人很可怕 玄血欣微微揭着朱唇 开口道 原来呢 我不打算这么快 就和叶公子谈公事的 不过既然叶公子 这么着急的话 那我就直说了 叶公子你得到了化兽神通 打算修炼吗 叶琛点点头道 这门功法对我有用 玄血欣微笑道 那 叶公子可曾想过 收服了妖兽之后 要做什么呢 叶琛文言 微微一愣 有些不明白 玄血欣的意思 玄血欣继续道 叶公子应该知道 妖兽和妖族不同 只靠着本能行动 而强大的妖兽 除非有特殊手段 那都只能在骑 还在卵中 或是及其年幼的时候 进行收服 叶琛突然神色一动 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禁皱起了眉头 曾经轮回墓地中 出现过玉兽灵神 精通收服妖兽 但玉兽灵神的实力 恐怕难以收服 现在自己所需要的 那种级别的妖兽了 玄血欣健壮笑道 刚出生的妖兽 即便潜力再强大 成长起来 也是需要时间的 我想 叶公子并不想 花那么长时间 去等到妖兽的成长吧 叶琛凝视着玄血欣道 莫非 血欣仙子有办法 玄血欣点头道 叶公子可知道 天妖血脉 最强大的地方 在哪里吗 叶琛闻言 有些疑惑道 生命力 对叶琛而言 就是生命力 可玄血欣 却是摇头道 天妖血脉 确实能够带来 极为强大的体质 生命力等等 他 实际上 却并非如此 说着 他手腕一翻 手中多出了一根 赤红绳索 叶琛目光一闪道 这是什么 玄血欣道 此物名为天妖神索 天妖神索 靠 叶琛闻言 眼眸颤动了一下 这不是他领悟的 那门神通的名字吗 玄血欣有些奇怪地道 叶公子认得这宝物 天妖神索 只存在于 圣天妖族手中 而且也算得上宝物了 因为 制造天妖神索的方法 已经试传 剩下的天妖神索 都是自太古 或者洪荒时代 流传下来的 叶琛摇头道 血欣仙子 请继续说 玄血欣道 这天妖神索 有两个功用 一是困敌 能够将敌人与自己 限制在同一空间之内 不过第二个 才是天妖神索的 主要功效 并且 也是只有拥有 天妖血脉者 才能施展的手段 那就是 收服妖兽 什么 叶琛文言 不由得面露震撼之色 收服妖兽 叶琛其实并不陌生 除去当初 玉兽灵神的术法以外 人族一些宗门 也有收服手段 但只是针对一些 弱小的 或是年幼的妖兽 然后开始培养 而真正强大 成年的妖兽 是很难收服的 可听玄血欣的意思 这天妖神索 似乎能够收服任何妖兽 这就恐怖了 玄血欣认真的道 天妖血脉 是外妖之族的血脉 自洪荒开始 便是妖中王者 不论是开了灵智的妖族 还是没开灵智的妖兽 都要为之臣服 这才是天妖血脉 最强大的地方 叶琛深吸了一口气道 难道这天妖神索 什么限制都没有吗 若是如此的话 直接收服一头 实力强悍的妖兽 即便没有化兽神通 也无敌了 玄血欣道 当然不是 天妖神索也是分品阶的 不同品阶的神索 能够收服的妖兽 也有区别 神索一共分为 天地玄黄四个品阶 如今 天阶神索 基本已经绝技了 地阶神索 则是质宝之中的质宝 而我手中的 则是一条玄阶神索 天阶神索 传说中 能够收服 还真境之上境界的 传说神兽 地阶呢 则能收服 还真境巅峰的妖兽 而玄阶神索 则能收服 还真境初期的妖兽 至于 黄阶神索吗 只能收服 乾坤境 和始源境的妖兽 叶辰文言 目光闪动 盯着那神索 没有说话 全血欣微笑道 叶公子 如果要收服 妖兽 这天妖神索 可是必备之物 叶公子 有没有兴趣 叶辰点头道 我要付出什么呢 玄血欣笑道 先不急 叶公子随我来 说着便站起身 带着叶辰 朝着门外走去 很快 叶辰与玄血欣 便进入了一个 小房间之中 这小房间内 空无一物 叶辰有些不解 玄血欣带她来 这里要做什么呢 玄血欣突然 打出了一道法诀 一道阵法 在房间中亮起 这里竟是 隐藏着一个 传送阵法 两人步入阵法之中 在睁眼之时 已经来到了地下深处 这里同样是 一间密室 但很大 而在叶辰眼前 却有着一个小池子 池水是七彩之色 而在池水之中 放置着一枚妖兽弹 叶辰眉梢一条道 这是 玄学心道 叶公子 天妖神索 虽然能够收服强大妖兽 但这种强行收服之法呢 除非是天阶神索 否则 无法将之炼化为 本命妖兽 所以 本命妖兽 一人只能用 妖兽幼崽 或者 妖兽卵 庆幸培育 叶辰目光微闪 培育妖兽 花费的时间太长 玄学心笑道 我知道你的想法 不过这池子 名为妖池 便是用来专门培育 妖兽卵的 能够加速 妖兽的成长 妖兽前列越强大 出生之时 就会越强 并且 高阶妖池 基本没有副作用 只是加速成长而已 甚至 有些血脉 得天独厚的妖兽 一出生 就能拥有 还真境实力 这也是为什么 玄区的阳火天骄 能够短短百年 便达到 还真境的原因 不过 他所用的妖池 和我这妖池的品阶 一天一地 叶辰文言 目光大亮 心动了 全血心健壮 凝视着叶辰道 叶公子 我可以为你 培育一枚妖兽卵 并且 卖给你一条 天妖绳索 价格 一千五百万妖灵金 以及玄区给你的 黑市生命 叶辰文言 目光一闪 玄血心 这是狮子大开口 我可以为你 让你试固 让你试固 留下来 给你试固